爸爸說臉部有泡疹 這樣你有看到什麼 有 那時候他在看診 那時候我也比較不在住在家裡 我一個妹妹是台大的生理解剖所 他對的老師是神經內科醫師 所以他也不只有醫學常識 他看節目我說 他有醫學常識好像貶低他 他的醫學姿勢算 其實跟醫生沒有差太多 他一看就診斷說 這就是皮疊 帶狀泡疹 他就跟我說 我那時候在北京便宜貨物 我就健保思維 他跟我說的時候拜託 我跟他說過兩天 我把我們老爸掛好 這裡開健保的藥 我妹妹說蓋得靠出來 他說你跟我說什麼藥 我現在叫人自費去買 我跟我說我很抱歉 我說我自己逼 我就不好 你妹妹姓生的 你又... 我老婆的 我才議會說死了 我還要給這個健保思維白氏 我為了要先穿多塊 我連我老爸我也有在那裡 富小氣最大方 我沒有台風 我最處理了 你看 等到他就看好 我就趕快寫我的名字 我告訴我這條要算我的 不能讓你到我 不可以出 我要給你講 說這樣也要穿幾塊而已 說得很優秀 很優秀 又好 他就有處理 好可愛 其實如果現在醫學 其實我們醫學年齡在進步 對 所以像現在的培爪的疫苗 前幾年跟最近的又不一樣 又有更新一波的 對 現在好像是要打兩劑 要打兩劑那個才是最新的 我以前是打一劑 一劑是舊的 那要再補嗎 最好去補 要去補啊 國家沒有幾個 這個比較貴 可是值得 自費要考 我記得我上次自費去打 打一劑的是四千多塊 差不多 五千上下都合理 那現在是兩劑的 兩劑 像是稍微貴一點 有聽說 八千塊左右 那這個打了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好處就是萬不利 這個病毒 因為他通常是第一次感染你 你是水痘來表現 然後這個病毒會潛伏 在你的神經節裡面 你免疫力下降的時候 他就跑出來 有時候在背部 有時候在顏面部 那我父親那時候是在顏面部 其實很危險 會影響眼睛附近 有的人會影響視力 會失眠 有可能 失眠 可能性在 失眠 是可能有可能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他媽媽就長 他說剛好長在就是眼睛這邊 這一對 然後他太晚發現了 所以後來呢 他等於長到眼睛的角膜 有一些變成最後會流疤還是什麼 對 就變成影響視力 你知道嗎 是 那更慘的是後來醫生就說 因為你的角膜已經受損了 所以可能要做移植 因為不然沒有辦法 可是他更隨他做兩次移植都沒成功 所以很想他就是皮疊太晚去 皮疊會要人命 是 那是很痛很痛 所以開這條疫苗 是很會給的 對 跟開流感疫苗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如果有做流感疫苗 對 後診 後診五十歲的人就準備好去做 真的嗎 說得快 肺炎鏈球菌 肺炎鏈球菌是差不多 六十五歲 肺炎鏈球菌 肺炎鏈球菌疫苗 大概這三個對成年人最重要 那流感疫苗是政府有付錢嗎 流感疫苗基本上現在的政策 好像每年都有 我意思是說要自費嗎 幾乎不用 但是政府是 政府會有一個 抓年齡層 抓年齡層就是說 比如說他現在會先從比較老的 還有潛在疾病的 可是通常他還有多出來 他就會漸漸 你會發現還有漸漸下修 他還有剩他就是五十五以上 可能大家可以來打 我們那一年是五十歲以上 就都可以打了 What is比較老的 就是就是以前是六十五 現在就漸漸下修到五十歲以上的壯年人 都可以打 好 流感疫苗 然後再來是炮枕疫苗 這個要自費 另外一個是叫做 肺炎鏈球菌疫苗 六十五歲以上要去打 這個也是自費嗎 有的縣市 他縣市錢比較多 所以就是不用錢 政府會幫你顧 看縣市不同 像今年就是因為有一些 他有釋出 有一些二十三架的這個 肺炎鏈球菌疫苗 就是成年人的話 最近好幾個縣市都開打 就是可以不用錢 而且我們國家其實這個 成年疫苗政策有漸漸在越來越好 所以他們甚至 我記得去年還釋出過一批十三架的 就是老年人可以打 他們只要說你兩種各打之後 就一聲就不用再打 肺炎鏈球菌疫苗打一次就好了 一輩子就不用再打 就是說他們如果說打一加一 就二十三架打 然後十三架也打 你就不用再打 兩種都出 兩種都出 那也自費 還有看各縣市 看現在是年紀 中工自費多少 不一定 那剛剛這個洪醫師也建議 就是說如果你已經打了 泡枕疫苗 那麼是打舊的 那就是一針嘛 建議 泰泰士也是醫生 隔五年後再去打新的 就兩劑的 第二劑 然後之後再隔 就是那個新的疫苗的第一劑 然後之後再隔三到六個月以後 再第二劑 那其實現在目前還有一些更新的 還有一些還有各式各樣的 反正就是有各式各樣的疫苗 還有像肺炎的疫苗 又各式各式各樣十三家 二十三家 那目前二十三家好像六十五歲以上 好像還是有給付 十三家的六月剛剛打完 剛剛關掉變成得自費 很複雜 所以每次 所以肺炎烈酒精疫苗 六十五歲以上就國家支付了 二十三家 二十三家 然後那個十三家 那我就要等了 所以那個十三家是 那個前一陣子有開放 那開放了之後 現在目前好像是打到六月 六月十幾號的時候 正好那次就打完了 所以就沒有了 所以那個大概他有 每次都有不同的不同的政策 那肺炎烈酒精疫苗打完 就不會得肺炎了是不是 是特別得是特別的菌 內支菌 因為我們肺炎像像 你還有那個像像 COVID也會也會肺炎 然後還有各式各樣其他的菌 也會肺炎 當你把這些菌 通通殺掉之後 有時候你會得到 有時候會別的菌 因為你不可能所有的菌 全部通通把他殺光 所以大概就還是會有些 但是至少你把最常見的 把他給幹掉了 了解了解 好 那文婉這邊是有朋友的小孩 很小的時候也得到感冒發高燒 其實像這種狀況 其實我們也一般感冒 都覺得普通普通的事情 可是他那時候他就講 他那時候小孩子 大概才在這個學走路之前 然後有一次就發燒 感冒這樣子 那他也不以為意 然後大概就是發高燒 他大概三十八九度這樣子 那大概三天之後 那就看醫生嘛 然後看醫生 後來就好了 好了之後呢 他有一天呢 他說他在那個廚房忙 然後那時候突然間就是打雷 那打雷其實就是雷雨 要下雷雨的 通常其實做媽媽的 第一個反應就是 趕快趕快衝到客廳 因為他兒子在那個地上 在地毯玩積木玩玩玩具 他趕快衝 要幫小孩子摀耳朵 怕小孩子嚇到 晚上不會睡這樣 結果他還來不及衝 那個啪 那個雷聲好大 他發現他小孩沒有反應 就是那也不歡迎 然後也沒有哭 也沒有鬧 他這時候他覺得 覺得怪怪的 不太對 然後那時候他不是在廚房忙嗎 他就拿那個蒸洗 然後故意呢 就是發出很大的聲音 就是敲那個鍋子 小孩子還是沒有反應 他覺得完蛋了 馬上帶他去大醫院檢查之後 發現是什麼 就是說變成他是那一次的感冒 他再三跟我講說 他真的是一般的感冒 發生這樣而已 結果說其實不知道是傷到 好像傷到他的那個 就是耳鼻喉的部分 所以他變成陰雅 因為傷到他的聽覺 這個我覺得還滿奇妙的 然後因為傷到聽覺之後呢 他這個人生 現在已經這個小孩二十幾歲了 這個人生完全改寫 因為聽不到 所以他講話變成 沒有辦法學習正統的語言 所以說得到 那你不要小看這個 他到現在為止 非常仇恨他媽媽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正常的 比方說上正常的學校 他沒有辦法做正常的人際關係 然後呢 甚至呢 可是媽媽已經很努力照顧他 對 非常努力 其實他說過程當中 這十幾二十年 他去找片房所有的名醫 然後想盡辦法救這個兒子 然後呢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 反正就是找不到 這個解套的方式 然後連同親戚 你想 夫家要不要怪他 我一個大部份 你把我變成這樣 壓力很大 然後呢 到現在 他說這個過程當中 兒子呢 甚至一度跟他講說 就直接跟他講說 我會變成這樣 都是你害的 我的人生變成這樣 你害的 他說那時候還需要背的時候 他一度 因為家人的壓力 夫家的壓力 他還曾經背著他 想不開 想要跳下去 哪一個父母會 不想把他照顧好 哪一個小孩不感冒 可是 所以我說 其實你看小小的感冒 他變成這樣 也是領殘障手冊 然後鷹雅人士 然後也沒有辦法去 一般正常的公司 很好上班 這是很影響 不然為什麼 我覺得最可能的狀況是腦炎 他當時不是感冒 根本就是腦炎 腦炎影響到後面的那個 原來是這樣 所以同樣是發燒 發燒有N種原因 其中一個是腦炎 有的是腦膜炎 有的是肺炎 有的是什麼 各式各樣泌尿道的感染 但這中間 同樣是發燒 但是我們看到發燒 我們常常 第一個直覺就是 大概是感冒 可是實際上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 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 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